澳洲购买由美国还有英国制造的核动力潜艇 引发外界担忧 这是否会影响东盟区域的安全 对此我国的国防部长拿多斯里·莫哈·莫哈山就说 澳洲当局已经在3月初会见了我国政府 确认相关的潜艇只是以核能来发力 当中并没有装置任何的核武器 政府允许澳洲把潜艇驶入我国 但是前提是要得到我国的批准 而且要遵守我国及东盟的法律 国防部长拿多斯里·莫哈·莫哈山指出 美英澳成立印太安全联盟之前 澳洲当局在这个月9号提前到访我国讲解情况 澄清他们最新购买的8艘核动力潜艇 完全没有装置任何核武器 纯粹是以核能发力 同时澄清潜艇在未来也无法改装 增设核武器尽遵无核条约 在会见美英澳三国代表之后 莫哈·莫哈山表示 我国对于印太安全联盟的立场始终不变 那就是无论是什么联盟 什么国家都好 都必须要尊重各国和国际的安全共识及法律 对于美英澳成立的印太安全联盟是备受制裁的 特别是受到来自北京政府的强烈反弹 而针对澳洲购买着8艘核动力潜艇 我国是保持中立立场 国防部长说别的国家要怎么提升他们的军备设施 是他们的自由 我国无权干涉 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 防长指出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 所有船舰拥有航行自由 但必须时刻维持在海面上 保持在能舰范围之内 如果潜艇要潜入深海 进入别国领土或海域 得事先获得相关国家的批准 否则会被视为违反国际法 八度空间与伟健国会大厦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